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今天又是十分钟查经到我到 上一次查考到 《约翰风音》第十六章 耶稣是最后晚餐之后的 臨忠慧言 因为这是耶稣被埋的那一夜 耶稣也说到 在最后到那日 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 因为耶稣要去到天父那边去 他说你们如果向父求什么 天父就会因耶稣的名字 赐给他的门徒 今天我们继续去查考 《约翰风音》第十六章 二十九至三十三节 门徒说 如今你是明说 并不用比喻 现在我们 晓得你凡事都知道 也不用人问你 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 耶稣说 现在你们信吗 看啊 时候将到 且是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 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 我里面有平安 在西上你们有腐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 盛了世界 好了 我们回到第二十九节 当耶稣在二十八节的时候 说 上次我们有查考 就是他到成肉身 来到世界上面 从天父那里来到世界 他又离开世界 就是走一转 去拯救人之后 都回到天父那里 接着门徒就说 如今你是明说 明说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说得很白 之前是什么呢 之前耶稣用了很多比喻 他们的意思就是 比喻就不是太明 现在明 这样 接着三十节 他们就说 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 也不用人问你 因此我们信你 是从神出来的 这句 门徒就说 耶稣你是无所不知的 哇 仍然是 我们没有问 你也说出来了 即是你 你读到我们的心 是指到 不用问你 你也知道 我们心里面的问题 而给我们答案 的确 耶稣当然是读到 读到他们 想问什么 想问什么问题 未问 已经回答他们 大家都知道 耶稣是神 耶稣知道我们想什么 当然知道 我们有些邪恶的 意念 我们有些好的意念 耶稣也知道 好 第三首一节 耶稣说 现在你们信吗 OK 我刚才说过 这个信字 原文 Pistio 也是那句 是委身 commit to 不单止是believe 这样的意思 那些门徒 跟了耶稣这一班 徒弟仔 徒弟 跟了耶稣 三年半 几乎 无时无刻 都对着耶稣 都对耶稣的 身份 是不是从神来 都有疑惑 不信 不完全信 或者不愿意毁身 这一班 学生 这一班徒弟 耶稣的 究竟 为什么呢 人就是这么不信 你看到 连这一班门徒 原来都不是完全信 要到耶稣 臨中 之前这一刻 他们才真正 完全是相信 耶稣曾经 说过的说话 三年半 我们反问 自己 我们也跟了耶稣 一段日子 当然有些长 有些人短 是否都是 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 例如耶稣叫我们去结果子 叫我们去行善 帮助窮人 不要作恶 爱神爱人 连率人 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所说的说话去做 值得我们去深思 32节 耶稣说 罗汉 时候将到 此事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 割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 一人 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耶稣在这里做一个预言 是吗 也是经常做的预言 他预言 他预言 就是这群门徒分散 为什么会分散 而且 这群人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应该是预言 耶稣被捕的时候 这群门徒分散 各有各有 耶稣被审判的时候 被钉的时候 被埋葬的时候 被埋葬的时候 放在坟墓的时候 耶稣只有独自一人 但是耶稣不是独自一人 耶稣说 是有天父与 耶稣是同在一起的 一起的 他就是预言这件事情 将会发生 第三日三节 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 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平安 这个原文 这个字 就是 Ameni Ameni的意思 就是 在旧约 旧约的希伯来文 就是 Shalom 平安 但是去到新约的时候 当然 在希腊文 他的表达 其实有些不同的含义 这个平安 当然不是指到中国人的出入平安 四季平安 那些 无事无干 是说 心里面 同神契合的平安 举个例子 就是 打仗 战争的状态 现在我们看到 东欧那边 或者西亚那边 那些战争 我们最近也看了很多片 这个战争的状态 哇 大家都在放 战机 射飞弹 导弹 导弹 互相攻击 平安 是什么呢 平安就是 这个战争停止 停止 那种平静 本来是很混乱的 静止那种平静 耶稣在这里的应许就是说 我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 在耶稣里面有这种平静 rest peace 在西上你们有苦难 的确 我们也看到 耶稣这个预言说得很正确 当然 神当然是正确 苦难 苦难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的意思就是 迫害受苦 原来 这班 耶稣的徒弟 耶稣的跟随者 是会 受迫害受苦 的确 这班门徒 没有一个不受苦 我们不相信 成功神学 说到 跟随耶稣的人 大富大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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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些教会所说的 这一套观念 因为你看看 如果真是跟随耶稣的人 可以发达的话 这班门徒 不用那么惨 而耶稣也不用那么惨 对吧 在地上的惨 我想说 要受苦 绝大部分 耶稣的徒弟 都是殉道的 除了仕途约翰 我曾经说过 他是能够长命中老 当然他晚年在拔摩岛 但最后他死在以弗所 他中年是多少岁呢 是94岁 在公元18年 就死在以弗所的地方 当时约翰也是 当然大家都知道 上帝所爱的门徒 也是《新约圣经》 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作者 因为约翰福音不是去写的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和启示录 都是去写的 OK 但是他会面对苦难 被囚禁等等 但你们可以放心 耶稣说 放心是什么意思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出现了七次 翻译成为放心 但是他的原意 就是 Be courage Be cheer 即是什么意思 是有勇气 你们可以有勇气 以及被激励 被哪个赤给他们勇气 当然是神 哪个激励他们 当然是神 当然是耶稣 为什么呢 接着那句耶稣说 我已经胜了世界 即是说耶稣已经拥有权命 可以令到这一班门徒 虽然受苦难 但是 仍然是 刚才说了 有平安 有勇气 有被激励 是不是好像我们这样呢 好了 结语了 门徒这一班 真是耶稣的 徒弟 跟了耶稣三年半 都对耶稣有余惑 余惑他什么 余惑他是不是 从神里的身份 余惑他的教导 余惑他的命令 和吩咐 我们这些 耶稣的徒弟仔 基督的跟随者 又怎样呢 我们相信 有委身于耶稣的说话 和吩咐 每一句 吩咐 教导 命令 不是选择性的 信不信 或者行不行 例如 我们是警队里面的成员 或者是一个 紀律部队的成员 也好 是服从警部署长 或者是我们的 部门的首长 是不是 是命令 如果我们 不服从 这样 其实已经是不适合 留在 这个紀律部队 这个警队 这个队伍里面 或者是这间公司 不一定是 紀律部队 不应该留在 不适合 也不应该留在 今天我们 不是选择性的 去服从耶稣 更不可以 是不服从耶稣 耶稣 的说话 吩咐命令 否则就是 这些叫做 跟一些 不跟一些 信一些 不信一些 求助帮助我们 去做一个 真正的信徒 基督的跟随者 委身 他的 一切的 华语 的 基督 跟随者 奉耶稣基督 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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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